这几天德云社粉丝们的心情真可谓是坐了一次过山车 大起大落的转折让不少人直呼心脏受不了 郭德纲缺席山东和天津两家卫视的春晚 又被人爆料说有私生女 很多人都说郭德纲被封杀了 2月9号央视网发文报道了郭德纲父子过生日的事情 总算是让德云社的粉丝放心了 这也应了那句话深正不怕影子鞋 郭德纲看到以后也是喜上眉梢 2月10号一向不怎么发微博的郭德纲 转发评论了央视网报道自己的文章 并且连发了三个开心大笑的表情 对于郭德纲来说 央视网还能报道他就证明他没问题 如果郭德纲真的被封杀了 那央视网批评他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发文报道他呢 央视网不仅报道了郭德纲 而且还称呼他和郭麒麟是国风父子 央视网的这次报道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解了燃眉之急 也让德云社的粉丝心里有了底 用郭德纲自己的话说 恨不得高兴的跳一段 有人可能会说了 既然郭德纲是冤枉的 为什么不出来澄清呢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人家造谣的目的就是为了流量 郭德纲如果出来回应这件事 无疑会让这件事更轰动 郑重了对方下怀 那才是上了当 正所谓深正不怕影子鞋 郭德纲问心无愧 自然坦坦荡荡 其实绝大部分网友 都是相信郭德纲的人品的 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妻子 郭德纲可谓是忠贞不二 不仅如此 造谣郭德纲私生女的媒体 也早就连发了两份道歉声明 希望德纲社饶过自己 谣言止于智者 央视网在这个时候 报道郭德纲父子 也算是让德纲社的粉丝 吃了定心丸 自家的房子应该是不会塌了 此外有网友发现 德纲社已经恢复了 小剧场的演出 北京天桥 三庆园 广德楼 三里屯 四处小剧场 正式开始售票 尽管还没有节目单 但可以明确的是 德纲演出队的演员 又可以回到岗位 为观众奉献报效的相声作品了 由于疫情原因影响 以前缺少大腕的德纲社小剧场 年初估计也将得到改观 德纲社的队长们 大概率也将不忘初心 重回一线 德纲社粉丝不仅能够安心 也定能收到额外惊喜 于是德纲社的粉丝在评论区 纷纷留言表示 终于有盼头了 不得不说 这对于德纲社和粉丝们 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不仅郭德纲父子 获得国风父子的称号 德纲社的小剧场 也顺利开业 近几日 其他相声剧场已经开业 已经让粉丝们着急不已 谣言指于智者 有这么多人支持郭德纲和德纲社 相信大家也能看清这件事 不会被这些谣言所迷惑 继续支持传统相声 深正不怕影子鞋 郭德纲的回应 也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我们下期见